各位来宾大家早安 早安 我今天在这里是要跟大家分享这个素食生铜 这个很少人在讲素食生铜 因为大家讲到生铜日子 就是好像要吃大量的肉 素食怎么做生铜 因为大概在七八十年前 这个阿金饮食 他就是提倡这个不要吃淀粉 吃肉减肥 大家以为那个就是生铜饮食 其实不是 那个是阿金饮食 吃大量的肉 其实对人体是不健康的 那像这一次素食展 我就看了现场 好像除了这个佛香跟佛 佛岩这两家公司 他就没有人在做这个推广素食生铜 所以说素食生铜在台湾 还是一片空白的一个真空状态 我本身是西医师 目前做自然医学 很多人问我说 西医师怎么会做自然医学 因为我本身是台大毕业以后呢 做了加护病房 外科 麻醉科 急诊科 急诊科 急诊就做了十年 那我为做自然医学 也是很口感的急诊 其实我就是做断痰生铜饮食 我用断痰生铜饮食 来治疗我所有的患者 那我的患者呢 都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台末啊 治疗免疫啊 有一生看到没有一生 西医中医都看过了 最后呢 来风风烟气 死马当火马医 可是呢 很多很多很多 大部分都得到很好的这个效果 我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生铜饮食 生铜饮食啊 其实应该分成这个 断痰 完全不要吃任何电门 一个叫做低痰 就可以吃一点点 另外一个叫长痰 生铜饮食 就是 电粉占能量来源的50% 脂肪占10% 这样 所以哦 讲到生铜饮食 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做生铜饮食 如果你不想说吃药的话 就是要做长痰 生铜饮食 如果你的立腺体已经坏掉了 根本没有办法代谢葡萄糖的话 比较不会代谢葡萄糖的话 你就做低痰 生铜饮食 如果各位像我一样 血糖高到1000 正常100 胖化血色素高到13.5 正常6的话 胰岛素都没效 吃掉也没效 就等着节肢 瞎眼齐盛的人的话 那你就操作断痰生铜饮食 这个是有次第的阶段性的 这个 所谓生铜饮食 因为我们人就是要常活 要活也要吃营养素 营养素有一种叫做葡萄糖 淀粉 有一种叫脂肪酸 那么这两种东西就是我们维持生命的来源 那大部分人都是生糖 怎么讲呢 就是说他身体都依赖葡萄糖来当作为代谢能量 就是生糖 饿了吃饿了吃饿了吃 一天吃餐餐 一米饭为酒 这种人叫做生糖的人 另外一种人叫做生酮的人 像我就是生酮的人 那什么叫生酮的人 就是说我已经不用葡萄糖作为能量来源了 不用脂肪 就是完全吃油或是脂肪 不吃淀粉 米饭、面食、水果、馒头、地瓜、包子、满足 完全不吃 也不能吃 一吃后血糖就会飙高的人 那为什么会生糖跟生酮呢 因为你吃这个淀粉 烫水化好物 刚才我讲的米饭、面食、地瓜满足 吃这些东西 就会变成葡萄糖 所以你是用葡萄糖来当糖料 那 脂肪的话呢 大部分呢 因为葡萄糖是这个6碳糖 大家看这个123456 很小 它可以进到细胞里面 那可是这个脂肪酸 大部分是12个碳里面 它没有办法直接进到细胞 一定要有肝脏 把它切成 下面这个四个酮 四个酮的酮 三个酮的酮 这个叫生酮 那么这些葡萄糖 会进入这个客室 客室循环 脂肪酸也会进入客室循环 这个就是产生ATV方面 对能量的地方 其实只是说 一部车 看点是 人就是一部车子 看点是加柴油 柴油就是葡萄糖 汽油就是 瓦斯酒精的脂肪酸 这样 产生能源的效率比较好 好 这样 现在 我就来跟大家定义一个 刚才定义的这个 什么叫生酮 现在问大家 人 为什么要吃食物呢 成口福之力吗 不是 要苦因食生命 它有两个功能 一个叫做当染料 好像你车子不下游就跑不动 人不吃东西就 痰软在地上 那么当染料 会产生ATV 另外一个是 构成细胞的原料 以及修复 这个就是葡萄糖 刚才讲过的 对脂肪酸 还有这个蛋白质 蛋白质是不可以拿来当染料的 你如果拿蛋白质来当染料 就有麻烦了 那我们的这个 人有60兆个细胞 像这样的细胞有60兆 当然 形状各不一样 这个是一个吃饮 一个细胞里面 里面就有一千 两千 甚至有的有三千个细腺 那一个细胞 你看就那么小 可能头发的几百分之一那么大 那么里面又有一千 两千三千个细腺 所以细胞体是一个 你眼睛看不到的东西 只有用电子前微镜才看得到 这个就是细腺 它就是我们细胞的运气 一部车有一部运气 飞机可能有好几部 它掉下来 掉地背 那我们的细胞 人体有60兆成一千个细腺 那么多 那么这个葡萄糖 就是我们的燃料跟脂肪酸 这两种燃料 这燃料要做什么呢 燃料上面有氢 葡萄糖有氢 脂肪酸有氢 氢原子 其实我们人 就是一部氢燃料电子 我们是燃烧食物里面的氢 所以 如果化学专家问说 我们为什么要吃东西 我们要得到食物里面的氢 它是葡萄糖的氢 脂肪酸的氢 那我们车子为什么要 加汽油彩油 也是要得到氢 所以我们是燃烧氢的一个生物 我们这个绿腺体就是一个 氢燃料电子 这样知道吗 那么我们这个葡萄糖呢 由这边进来 脂肪酸进来 经过这个脱漆 每这个Q-10 把这个电子拖下来 这边行这个呼吸电作用 大家看看这个客室循环 呼吸电的 那么这个氢的原子呢 就跑来这里 这里浓度比较高 跑来这里呢 就帮您的AEP ATP充电 充电呢 这里的氢过来 就跟空气中的这个 红色的这个两 变成合成锁 所以是三千年前的黄帝内经 就已经讲了另一件 好 呃 我本身是西医 以前我就拿中英的书来翻一翻 其中有一些讲到说什么这个 寻我童年 我是水 水生火 寻我相生 我觉得这个 好像是精神错乱的人讲的话 好 还有这种事情 水就是水 火就是火嘛 水怎么能够生火呢 哦 后来我再详细研究壁线体 对 你看哦 这个链是火 这个水 好 这个是赤水机 壁线体里面有赤水机 有充电器 这个是电 这个是水 你这个氢的原子这样进来 来这边呢 就会生电 因为生水 这个水有什么样 知道吗 不生水就不会生火 不生火也不会生水 随我童年随我相生 好 所以我后来讲的 又看到皇帝内心 不是看是看 什么灵书啊 书问啊 我发现这个 根本几乎超越现在的医学啊 我认为那个皇帝内心 应该是外星人写的吧 我问很多宗医师 皇帝内心 你们看怎么样 这都要到现在才有啊 三千年写的书啊 还现在才有 很可怕吧 好 那个就是很奇怪 这个地线体 好 大家看这边 前面有一个这个 有一个氧气 有一个氧气 这个就是氧 氧很重要 如果我们被人掐住脖子 三分钟 为什么会死掉 因为那些体就不发电了 马上断电 没有氧怎么发电呢 所以氧气很重要 后面也会提到氧气很重要 所以说我们燃料 什么是最好的燃料 最好的燃料是葡萄汤 很多人说断了汤你就会健康 断汤品质 这个讲这个话的人写这个书的人老心有问题 葡萄汤是一个好东西 不是需要断的 所以我看到每次觉得很保笑 有一个断的汤就会健康 那么脂肪也是一个好东西 因为葡萄汤你看到代谢 加上氧气会产生氧气 氧气和氧气和氧气 脂肪酸也是 它是一个很好的燃料 可是脂肪酸 它又比葡萄汤更好 比例问题 人料同时燃烧葡萄汤跟石板酸 不能够天一样 可是某些情况就是好天一样 像我们一样 那么这个蛋白质 它是不可以随便拿来当燃料的 蛋白质因为你去燃烧它好 蛋白质是给我们当钢筋水分 做成细胞的结构 它不是燃烧的哦 如果你燃烧的话 你要付出代价 为什么呢 因为它会产生尿酸尿酸很多盐 那么这些盐呢 阿摩尼亚 就是肝脏要把它排掉 所以说 肝脏衰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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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够吃很多蛋白质 很多蛋白质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 那么你喜肾的人 肾衰竭的人 也不能吃很多蛋白质 因为产生很多尿素 要由肾脏来排泄 还有尿酸 所以你看 有两种人是非限制蛋白质的摄取不可 一种叫做尿毒嘛 喜肾的人嘛 一种叫做肝脏衰竭的人嘛 对不对 我讲没错吧 所以 蛋白质是不可以乱吃啊 好 乱吃就会出问题 好 所以说 现在我们想说 好 什么是健康的饮食方式呢 就是 最好最好 你的 碳水化入 蛋白质 那个 淀粉 那也 占能量的補持它 脂肪呢 占10% 40% 蛋白质占10% 好 这个 我这张表 被很多人利用 好 我有一次上 看电视 看到 哇 怎么人用我这个表 好 还是旧版 我想说 跟他说 你不要明示 这个是王清光医师研究的 那是没有关系 这个人类公共智慧产 是不在乎的 可是我很担心说 有一天 我还被告 做我盗用人家的重器 好 那么这个段谈 第一谈的像我们一段谈 我们先讲正常的应该怎么吃 你看 呃 后面还会再提到 那么 第二个 人 吃食物 就是 为了 燃料以外 要构成细胞 这个细胞 你看 这个就是 细胞膜 就是 纸盘做的 这个上面就是多谈底啊 八种多谈底 哦 那么这些 就是 蛋白质 里面要谈过醇 等等 哦 像这个细胞 这个蛋白质 就是构成这个 就是构成细胞的 这个 这个 好像 钢筋水泥这样吧 啊 这个 膜 就是油脂 这个油脂很重要哦 你千万不能让你的 墙漏水 所以吃漏水是不行的 所以油脂 要很好地吃 吃到很好地油脂 那么 这个是 这个就是细胞一个 哦 这个细胞把它写大成这样 那么这个是多谈底 多谈底就是细胞的天线 我们今天不会讲这个 那么大家看这个细胞 哦 这个两个叫做 这个叫做 呃 这个叫做 呃 可以 防水的 这个叫清水的 这两头 所以我们的细胞膜 它叫选择性的防水 该进来的就进来 不该进来的就不进来 它几乎是一个很聪明的 智慧型的一个膜 哦 好 那我们现在讲到这个 能量 我们有多少能量 有多少大卡的能量 我们不要讲得太复杂 不是说我们一般的人 好像没有什么活动的 哦 像我们这样 各位坐在这里 一天大概要三十卡 二十五卡大概也够 哦 握床的话大概二十卡就够 所以说 我们需要多少能量是可以算的 比方说一个七十公斤的人 那么你一天哦 三十大卡的能量是需要的 哦 如果有运动啊 排好训练的话 那么一天大概两千大卡 那么其中百分之五十哦 是来自探索泡尔物 这是一千卡 好 这个是正常的影子应该是这样 那么一千卡哦 是来自多少的碳水化合物呢 是 要出事 因为一公克的碳水化合物 活动糖 会产生四大卡的能量 所以是250公克的碳水化合物 好 各位不要以为说 哦 王医生说250公克的碳水化合物 我回去就拿那个饭 秤一下 我是250公克 你已经以为你得到250公克的碳水化合物 不是哦 这样你就会饿死哦 为什么 因为 因为你看我们这个白米饭 一般是水 你知道吗 你要煮掉水 你要算干多量 知道吧 哦 你以为 你吃一个西瓜 西瓜 它的水分大概九成以上 你只吃 一百公克只吃到十公克 对不对 因为你去夜市 tabii 对 那五去晒晒晒晒 西瓜 robotics 是晒晒晒公公 它可以剩下一百公斤 蚕100公斤 十公斤剩下一公斤 这一公斤左右而已 还有 每种都吃不大一样 还有 你看 你看 白米含水量很少,糙米也很少,14克 可是白飯跟溼飯,碳水泡味不一樣 麵也不一樣 還有地瓜,含水量很高 地瓜和碳水泡味,100克才17克 可是你吃米飯,白米,還沒有煮個白米 糙米是75%的,碳水泡味 所以這個東西你們先要這樣算一下 還有這個豬肉,今天當然不講了 今天講素食,可是還有百分之76克的水 豬肉的碳水泡味是零,知道嗎? 他不會吃到碳水泡味的 可是他的蛋白質就很高 可是你看我們一般的白米,碳水泡味 裡面比較高一點,其他都是七八趴 大概你抓一下就可以了 地瓜的蛋白質也是很低,脂肪也都很低 肉的脂肪就比較高一點點 所以說,比如說蛋白質來講 一顆蛋,大概中等大小六十公克 你千萬不要以為你吃了六十公克的蛋 那你就只吃了六十公克的蛋白質 很多人這樣以為,不是 六十公克的蛋,它的水分大概含掉八成 就等於二十公克的幹部量 那麼其中大概六公克的蛋白質 所以,你吃一顆蛋 是等於吃到六十公克的蛋白質 知道嗎?可能是八公克這樣 所以各位吃蛋,放心一次 如果各位還有吃蛋的話 也不用那麼怕 你吃三顆蛋,也不過是十幾公克的蛋白質 因為我們一天一個人 差不多一公斤體重量一公克的蛋白質 所以蛋多吃幾顆,你放心啊 不會怎樣 如果你沒有蛋對過你的話 好,我剛才講說 碳水化合我們的熱量可以占百分之五十 蛋白質八,百分之八 那個是營養專家世界公認算出來的 那麼油脂是百分之四十 這個是誰講的啊? 是各位女生講的 是各位的媽媽講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母乳啊 我們看 十個月大的時候呢 媽媽分明的母乳 它的脂肪是占百分之四十七 知道嗎? 這個密碼就在這裡 那麼,碳水化合物 碳水化合物 碳水化合物四十七 脂肪占四十五 蛋白質占多少呢? 6.8 6.8 所以說 我們講的這個 碳水化合物 蛋白質不要其他量 是絕對正確的 我們要仿照 媽媽的這個 母乳的成分來吃 所以我看到這裡 我就回想起來 哦,我現在終於了解了 為什麼我媽媽生了十一個小孩 每個都健在 每個都很健康 小時候不能生過病 都吃母乳 我媽媽的母乳量很大 產品量很大 每個小孩 好像到一歲以前 一直長,一直長,一直長 他都沒有吃過副食品 媽媽去工作 工作回來就 給小孩子 吸奶 我覺得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我這樣結果我身體最不好 他一吃的身體最不好 很諷刺吧 沒有熬夜 我曾經 一個禮拜沒有睡覺 很多糖尿病就跑出來 所以各位千萬不要熬夜 你不要看醫師的說出很大 外科醫師 因為他們的壽命 比一般很少十歲 我們急診醫師 聽說少更多 所以趕快跑命 因為這場變得很大 不能拿槍來溫泄 所以醫療行業不是很好 所以我們是看到 那個家大業班的 警衛啊 我都覺得好可憐他們 用生命來換一點點心水 是很不值得的 討厭 所以各位看 你們不要以為我這個是 死他是亂講的 你們今天要有堅定的信心 我不是什麼神 可是我講的是真理 為什麼 因為各位有生過小孩的話 你的乳汁就是為你小朋友長大的 他的蛋白質 十個月大 不過是六點八胖而已 那你吃那麼多蛋白質 不是早死嗎 對不對 那麼很多人 四十他的油脂都沒有吃到 很多人為什麼生病呢 我老實跟各位講 來我這邊看病的人 每一個都是非常非常養生的 我說你怎麼養 這時候我是低油地炎地糖 我一個頭大 低油生病才怪 因為油就是要四十幾% 我曾經碰到很多人 他產磨症 早發現他產磨症 三十歲他產磨症 還有啊 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毛病啊 多發生硬化症啊 內風濕啊 知情努力啊 大概有幾乘以下 都是地油不髒的你知道嗎 怎麼叫地油不髒 人家炒的菜他又開始探貨 然後才敢吃嘛 叫他吃1.5cc的油 一次就過了 因為他未嘗到油 那個油是壞東西啊 噁心啊 噁心的好幾天掉 所以沒有吃油會長很多 這個不好的毛病 那怎麼樣才能夠 一般的飲食啊 才能夠得到四十%的油呢 我告訴大家一個口結 像我早上 我建議你吃 Omega-3的油 10cc Omega-9 10cc 這個MCT也只有10cc 加起來 當然油這樣喝 其實我是不敢的 各位不知道他敢不敢 真是噁心啊 所以從小喝起來 那我就是用一點 山菜粉啊 什麼蔬菜粉啊 不要含糖 不要含澱粉 他就加一點甜菊 甜菊很甜喔 搖搖搖 因為這個油就會融在這個 蔬菜粉裡面 再加一點什麼什麼 我是不是說加那個沙雞啊 沙雞是效果的 那這樣就變成 沒有人不喜歡 一點噁心都不會 那麼早上是一次 下午是一次 那麼這樣就60cc 60cc 你們知道是幾卡嗎 因為一CC等於會產生 9大卡的熱量 960cc就560卡 560卡 像各位 比較瘦小的女生 你一天大概1200就過 你560卡 這個脂肪就340分以上 有嗎 這樣就是等於 你 你吃的 Omega3夠 Omega9夠 360就夠 3個60 必須吃蠻酸 那麼你這樣就夠了 你身體整個就會好心 是這樣 我幾乎所有的 我 人家說 有時候我覺得 我跟講過的不值理人切 很多人說 你這個東西都放在網路上 講得那麼清楚 對啊 講清楚一點 這樣好嗎 很多人 為什麼生病 大量吃澱粉 知道嗎 後面還會提到 惡勒斯 惡勒斯 我們叫做 它是全部生坦 就是 全部的能量是來自澱粉 那不生病都怪 才怪 那可能是 他說上天有光有 所以我們剛才講的可見有 你看 你一天如果吃到60cc的可見油 那你不可見油 這樣起來可能就到90了 什麼叫不可見油 你少開的油啊 看不到 這樣 不是這樣看 炸的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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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見油 還有 黃豆有沒有油 有啊 蠻多的油 有大概有二三十幾個油 有二十幾個油 二三十個油 那麼堅果有沒有油啊 所以你這樣算一算 我想我們正常的 一天的油只能量 可見油加不可見油加起來 一公斤體重兩次性都沒有問題 一天一百二 六十公斤的吃到一百二十克的油 可見油加不可見油都沒有問題 所以想 油啊 很多人說必油飲食 養生 我心裡都在笑 那什麼叫養生 可不可以養死嗎 養病 這個叫養病 病養出來 所以我們油啊 很多人說生酮生酮生酮 吃什麼 椰子油 你擺爬椰子油 吃個椰子油 就跟治療擺病 講這個東西的人喔 都是廠商 各位不要被騙了喔 因為椰子油很好 沒有錯 非常好 等一下我後面還會介紹 可是你不能夠全部吃啊 因為你沒有Omega3 沒有Omega6 是不行的啊 我之前公告有一個人喔 我們也不能夠降水啦 免得被人家告說人生公主喔 他本身也是一生喔 他叫人家椰子油素齁 椰子油灌草 冷凍成這個棒 這個灌草 什麼油都不吃 只是椰子油 化一堆病人 來跑到我這裡 全部都是治療神經濕高 幾乎沒有辦法收拾啊 因為人齁 什麼叫必須脂肪酸 必須的呢 什麼必須 空氣必須啦 對不對 氧氣必須啦 食物必須啦 脂肪酸裡面有必須跟 非必須啊 非必須不吃 OK啊 必須不吃 完蛋 什麼病都跑出來 所以很很 上次之前有一個人問我說 在那個行走裡面問他說 不好意思為什麼你講的必須脂肪酸 那個好像沒有人講過呢 我說 我在line上面問他 我說 哎呀 很多人他不是專家啦 好像最近推動那個生酮飲食的 好像沒有一個是專家 專家都反對生酮飲食啦 你知道嗎 亂寫亂寫 說寫了 斷腸就會健康 很多人自己後來日本人 也死了嘛 死於自己的食谷 根本就亂寫 他們亂寫亂寫 脫命的人呢 以為那個是專家就照抄 一個人講錯了 就要以忙倒忙 倒到最後呢 就天下無操工 全部都操錯了 你知道嗎 他看了實在覺得很好笑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受正規教育俗生 不出來想講話 那也不行 就要正一下 就正一下這個乖 那麼其實 我現在在創立一個叫做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edicine 人工智慧醫學 有一個開放的密碼 叫KD 就是生酮飲食 嚴重的人就做斷腸 然後清晰 避散 他們是 耐敏 光冷熱療 還有抽血 降速過敏 那麼今天呢 我從來不講到 生酮飲食能夠治療症的疾病 大家先聽好 你不要說 生酮飲食以後 你就 你就 像最近 我才 今天有一個 像我 有一點點生氣的一個電話 不是 懶 他說 磨磨磨磨磨大 我大王 對你 很有意見 我說 他來過啊 我沒有跟他收費啊 我說 我也沒有送他任何東西 我說 他為什麼要對我有意見 我有為此 他說 他聽你的話 自己去買了油來吃 吃了結果一直拉肚子 我說 那跟我無關啊 我說 我就沒有說生酮飲食能夠治療症的疾病 他只是一個 你不想要生病的人 應該要的什麼飲食方式 知道嗎 不要亂吃亂吃 聽了一句話 這個理由你會成佛成仙啊 那最後一次我就給他臭罵一個 我這個人講話 是不分對象 我罵起來是很凶的 我說你不來接受治療 之前已經 阿斯海默症很嚴重 還怪我 我不接受 我不接受 所以說 生酮飲食 它對我們一般人的 身體的人的最大的價值在哪裡呢 就是 減少酸的產生 這個一個最重要 變粉 葡萄糖 它就算產 很會產 產生很多廢氣 比較多髒東西出來 會有汗太多 那麼脂肪比較好 這個 當然我們就是 有用心去熱療 我們今天不講 我們只講 生酮減少酸的產生 加速酸的感染 好 所以說 一般人 你只要躺低一點就好 這邊正常是五十八 你可以是四十阿 三十阿 二十阿 十阿 一百 那麼你也可以像我一樣斷糖 可是斷糖很難過 後面還會提到 好 好 我們今天講說 這個任務叫做空空所板化 好 這個 有一個 公方程式 X加Y平方等 X平方加2XY加Y平方 B式定理 A平方加B平方等 一些平方 生酮零食也是有一個公式 你看這個公式不是有發明的 我們也那麼厲害 不是拿人家的環溜 這個 這個分子吃掉的 葡萄糖 六個炭 它會燃燒在裡面 會產生三十八個ATP 那個六個二氧化碳 三十八倍六十五點六點三三 所以你要得到一個ATP 產生一個二氧化碳 會得到六點三三個ATP 知道嗎 好 如果你燒的是脂肪酸 中零酸 16個碳 會產生一百二十幾個ATP 16個二氧化碳 它的效率一二九倍 十六九四等於八點六 所以它的效率比較好 好的多少呢 八點六 除一下 百分之二十七 將近三分之一 沒有 所以說你回去 要不要趕快吃腎痛一支 對不對 因為酸跟自由氣累積 就會產生所有的毛病 好 所以我們一直產生酸酸酸酸 很多人以為說 我的尿很鹹 哎呀我都吃鹹性食物 沒有那回事 鹹性食物最後也是產生酸 反而酸性食物最後 尿會變鹹 這樣知道嗎 後面還會不大 因為我們吃東西 你吃東西下來 東西吃下來 這個沒有消化的呢 就變成大便 這個浪費 好 那麼你吃下來的東西呢 絕大部分是經理的膀胱 拍出來 所以膀胱是一個人體的污水道 垃圾桶 所以這個垃圾桶裡面呢 你看垃圾多不多啊 門口的垃圾桶空的 是不行的啊 一定有問題 垃圾不能堆在家裡啊 很多什麼 銅酸 乳酸 尿酸 草酸 什麼酸 酸 酸 一堆啊 所以我們的尿 我現在整個醫療裡面 我是非常省錢的 不做什麼生的檢查 我們不申請健保 所以也沒有吃健保的問題 像長根 我看到經理說 每一個人 他都做這個子宮鏡 還看人家流產 工業化生產 我們是不做的 我們沒有吃健保的 那我們就是做自備的 這個尿 中性就是化學層 中性就是七碼 我們在弄腰 看這個顏色 要這個顏色 那麼很多人 哪有這裡 就是八啊 九啊 還有十的呢 尿如果超過五點 就是不正常 七八九的太多了 如果你的尿是七啊 八啊 九啊 會怎樣呢 就表示說你細胞裡面的 這個大便小便 排不出來 汙水 工廠沒有排汙水 它的原因就是你的細胞 細胞毛不好 那個排水系統故障 那麼排水系統故障 你的這個細胞 我們正常的一個細胞 酸檢質要7.2 那麼細胞外要7.35 到7.45 這個是正常的脂肪 不然就減中 我們就算中 好 那麼 如果你的酸排不出來 酸好性癌 好 讓你的身體裡面 好 所以 你看我們這個 蛋白質代謝會產生 阿摩尼亞是減性的 所以我自己 吃到蛋涼的蛋白質以後 我們驗我們的尿一定是減肝 那大部分就是酸 所以我們的尿裡面 要酸要減肝 這個正常的就是這樣 這個尿裡面 如果說 酸性物質不夠 酸性物質跑到哪裡 跑到你的細胞裡 你就是 細胞內酸中 西方內三重都會引起什麼病 就是 過敏 肢體神經事調 神經發炎 精神疾病 睡腹好 多夢 強迫症 帶些症候群 三高一高級 中風 心肌肝 痰癌病 免心肚癌病 胸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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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酸性體質引起的病 幾乎是所有 其實這個話不是我講的 1931年的 諾貝勒講的 Dr.Otter Warver 他就講過了 我們的細胞 如果太酸 細胞我不相信 因為細胞喜歡7.2 你6點幾 那麼想活下來的細胞 不願意死掉 就突變 突變 變成喜歡酸的 不喜歡癢的 這個叫做胺細胞 那麼 到後來 Dr.Otter Warver 他並沒有受到重視 他說你沒有辦法證明 沒有辦法證明 可是到了2012年 就有一個人寫了 Cancer is a SMA Dabolic disease 癌症C9 心產代謝疾病 我目前就是用這個理論來治療 可是我們現在的醫療不思 它並不是癌症的醫療 不是講這裡的心產代謝 癌症就先開刀 發療發療 這一貫作業 生產先 這個是嘴對的錯誤 對不對 受到矯正 好 那麼 我們 所有的疾病 都要心產代謝疾病 我想各位正常人 現場 大概30個人 可能正常人 站在5% 比較健康 大概站了70% 其他就不知道了 三個人 有一個會在癌症 我們這裡 我們這裡 我看有 不知道要哪一遍 不知道是要幫我們會長 那麼理念你能量 如果你的能量是 9% 8% 你就是 最高的病血症 這樣子到達 所以說 帶謝症候癌症 這些病 真的一系列的 由淺到深 好像你們學佛法一樣 有刺定 刺定 刺定 下刺到 中刺到 上刺到 一直學 他學到很深 這個癌症就是 上刺到 快要成功了 要變成 我這樣講 真的不理好 不好意思 那麼 這些疾病的來源 是哪裡 很簡單 叫做 新陳代謝詞條 新陳代謝詞條 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一部車 你本來應該加 汽油多少 柴油多少 酒精多少 那你亂加 你就全部加柴油啊 你就不聽話吧 對不對 你說小孩子不聽話 叫你不要欣賭 叫你不要打 game 你就一直打一次打一次打 那你也是啊 你本來應該加 柴油50% 汽油 這個 汽油 這個 40% 然後呢 這個 潤滑油 這個 油精 蛋白質 吃它 那你也不這樣 你是說我喜歡 我喜歡吃甜食啊 我這次吃一次吃一次吃 然後有碰到人家抱著一桶冰淇淋 一天吃一桶冰淇淋的 你知道嗎 很喜歡吃啊 這就是巴青色 一直抖一直抖這樣 好 所以說 我有一個定義 這個表示我設計的 沒有人不夠 告我說 我這個是我自己跑出來的 好 這個 這些病 就是要看水化物 好 看看喔 油脂 蛋白質 色情比例偏差 比起細胞引擎 就是令線體的滾壞 加錯誘喔 引擎壞掉了 細胞的令線體壞了 就等你的車子的引擎壞掉 你會拋毛了 這樣知道嗎 我們把這樣很深的事情 講得很簡單 就是這樣而已嘛 你說很少嗎 沒有啊 還有 我們現在要強調這個 脂油肌 什麼脂油肌 是叫做脂油肌 我們料裏面有兩種 代表性的肺脂 唯一就要酸跟腱 雖然解救師子 看起來知道 有顏色會變 這一根才幾塊錢 你剪一半來用 你三分之間很難剪 這麼大根 剪三分之間 我剪到手指 盡量不要 三分之間 一根大概才四五塊錢 另外一種東西比較多 叫做脂油肌 脂油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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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你把這個人的尿 放進來 這個紅色的表情脂油肌很多 淡色就比較少 這個就是不同的顏色 這個人是病重 顏色不大距離 好 有一天 來了一個病人 他說 他一個人白掛三次體鎮 血壓高到兩百多 我看一看 我就問他說 尿是八 我便一看 我說你這個人不到哪種 我問他 你米飯吃很多嗎 沒有 我不能吃 那麵食呢 也很少 那水果呢 也很少 嗯 我想我完蛋了 我說你不是要重新 好像有一點 味道強 怎麼會這樣 我說那你最近吃什麼一樣麵 他說我最近只有吃蜂蜜啊 不知道吃多少 他說我一個養蜂的朋友 吃我一桶的蜂蜜 一大桶哦 他說不吃白不吃 我一天喝一百CC的蜂蜜 一百CC原汁拋熟喝到哪 我說你 我好強重 好 我說你就是請把 吸完一遍 五點五 把蒜擺掉 那麼 那麼 自由基呢 四面九 四面九 八面五點五 酸鹼 自由基 而第二次來一口便便 哦 變成六 也是四面九 而最後一次來 自由基 自己排的 我叫他是身風椅子 他當然也很乖 就是身風椅子 這樣 所以後來他就 幾乎是 一個一個月都沒有去吃任 沒有去看疫症 我以為他好 可是因為過好幾個月 他在群組裡面跟我說 他說 哎呀 你們不要太相信身風椅子 他說我吃一個月我並沒有好 後來有些問他說 我說你現在還有吃身風椅子嗎 我說沒有啦 我就不跟你講這樣 可是我吃你的一個月我都沒有好 他說哎呀你可能太大大的不解 身風椅子是要吃一輩子的呢 你要加油 或是今天照比例加對的 明天就亂加 這樣不生病 能夠怪我嗎 能夠怪身風椅子嗎 那這個有點 這個 他又不笨 這種人的邏輯就不通吧 對不對 我問到很多 這有不跟你一個人啊 我常問到很多人 然後就是說 哎 那我 我 我現在不是癌症 我吃斷腸生風椅子 齁 我幾時可以再恢復 像以前這樣吃 齁 他說好大 你說這樣啊 有一天如果你的癌症都消失了 那如果你就放肆幾天啊 大吃大喝一下啊 萬一長出來再回來看 我也不是故意諷刺他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講 因為人家說吃飯房地大 愛吃什麼是我家的吃 其實不是這樣啊 你的媽媽 你的祖父 你的祺 你的上天 也誇到現在 你就是要那樣吃 知道嗎 你那其實要生病 你要付出代價嘛 就像我一樣 我以前大吃大喝 我胖到九十公斤 你知道嗎 我七十三年 我們那個時候 一直瘦數很高嘛 我但滿滿現金 他就是 一直吃一吃吃 找那個最好最貴的三天吃啊 不貴的就不吃啊 我那個時候很微微 不正 胖到九十公斤 我覺得胖也沒有怎樣啊 我還是OK啊 結果後來就有一點痛風 痛風我就嚇到了 因為我們開那個藥給病人吃啊 可是自己通風不敢吃藥 你知道嗎 那個藥很苦啊 什麼清水腺素什麼什麼 很多人是死人的你知道嗎 藥是給病人吃的 不是給醫生吃的 這兩個人都不吃藥嘛 然後敢吃藥怕吃藥 我會看那個步驟 我會看那個步驟 我會看就是嚇死了 哪一個人怎樣 哪一個人怎樣 我會不敢吃吧 結果我就開始吃素食 吃十年的素食 十年的素食喔 我會寫過吃素食的書耶 後來我覺得那個素都藏起來不肯定 黃的都刪光了 可是我覺得我搞錯啊 我吃素食就跟現在的很多人吃素食一樣 吃大量的澱粉 他吃到最後糖尿病跑出來 這樣你知道嗎 所以後來我就慢慢眼淚 我也不是今天就懂這樣 因為怕死嘛 還不想死啊 還不想死啊 我想說如果我早死的 我姐姐八十歲 我媽媽媽我爸爸活到一百零歲 我媽媽九十八歲 我祖母也很長壽 全部都是長壽 只有我一個年輕就死掉的鬧鬼耶 對不對 所以亂吃東西真的是要付出代價 那我今天有辦法 我也很喜歡吃澱粉 所以我常常有很多人跟我說 那我真的不能吃水果嘛 我說可以 你吃段糖還是可以吃水果 以前你吃一斤 番茄的現吃一粒 知道嗎 以前吃榴槤的吃一顆 現在用牙線挑那個 蛋糕用 我吃到了就好 龍眼以前吃一斤 現吃一粒 因為你要付出代價 你在扣打用完了 你都沒討論用完了 他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很浪漫 他沒看我們想起床 這邊有一個人 他的業種百萬 有磁脾氣不能上班 因為你變成這種 失眠腦汙 失眠磨汙 沒有辦法工作 什麼叫腦汙 他說最晚上你去 那個玻璃 好像那個 車子冷氣壞掉 那個玻璃變霧汙這樣 後來他就跑 好了你看我們給他激情 把 不是變霧 事業的十幾號 就是把 把 不是到這裡 本來好像比較好 有一次 他來又是這樣 就是五點五 還變霧 這個 以後我在想過什麼 這樣 我說 你有吃聖冬飲食嗎 我說有啊 我說沒有吃便粉啊 沒有吃飯啊 沒有吃水果啊 我就再問 我說你一天吃多少油 他說我沒有吃油啊 我大量吃肉啊 我說你是阿金飲食啦 因為太多澱粉就會變葡萄卡啦 我說你現在重新開始 我願意他的五月七號 後來你就看他這樣 好 我們的這個 就七 變六 後來就不用再來 好 聖冬飲食其實是可以 治療某些疾病 好 所以聖冬飲食你喜歡應用在哪裡呢 就是說 最好是減重喔 減脂喔 減脂喔 惡 惡惡 惡惡 惡惡一定會瘦 這樣對嗎 四川 文川大地震的時候 有一隻 除了他們那個豬肩槍 被壓在那個馬力底下 本來一百公斤在被挖出來 一個多也 沒有二十 因為他有 有水分 變成五十公斤 然後呢 出來 大家就給他吃 一下子又胖回 一百公斤 所以吃 因為變葡萄糖就會變 這個 五十八 好 還有呢 第二型糖尿病 第三型糖脈病 第一型糖脈病 全部是非做断糖不可 我寫了一篇 你們可以說明一下 糖尿病不必吃藥不必打症 你就看到我寫了很多東西 還有 特化性腦神經疾病 方面會介紹 還有 睡眠呼吸中指症 那些症候群 也會介紹 他也就是癌症 癌症今天沒有辦法講 我們先講 阿茲海膜症 阿茲海膜症 在美國說 他是比癌症冷 他的病 因為他原因不明 無藥物可以治療 沒有辦法 預防惡化 很多 沈黎根 夫人 他自己 才記 很多 阿茲海膜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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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腦背後 這是腦背後 腦背後 腦是什麼做的 大部分是油脂 超過一半是油脂 所以我們做電子 電腦斷層超過 就看到 左邊那個叫做正常 你打這個葡萄糖進去 他這個 附一個叫做 這個叫做 銅位素 你看到那個量 是銅位素的量度 那個左邊 右邊那個沒有量 就表示他沒有射葡萄糖 知道嗎 所以說阿茲海膜症 也叫做第三次糖尿病 就是腦細胞不會代見 你先打 網路搜尋就知道了 所以早期阿茲海膜症 網路抱歉 不助力不集中 常常 阿茲海膜症不是老人的專業啊 有五歲的阿茲海膜症 夢做頭睡掉了 我昨天還看到一個 也是阿茲海膜症 32歲 我看到老婆 沒有我的股份心理強度 我的老婆是跟年輕人一樣 我說 你夢住頭睡啊 對 夢住頭睡 二雅發單太高啊 我們的外面的東西 二雅是400 我們這裡一千串正常 就不會被開法單 我想老師你要注意一下 關起來先叫衛生機來開你的法單 這邊有通話就太好 你只要摸出 跟我們組織的二雅發單是五萬三 所以摸出頭睡絕對衛生機 不是常常看嗎 我只要問 你是不是摸頭睡 大概有精神 以上不正確 什麼精神分裂啊 早發生阿茲海膜症啊 不要說摸頭睡 連不開窗都不行 連開車喔 你把這個變循環喔 裡面都是二雅發單 超過一萬 你知道嗎 所以二雅發單很重要 這一定要先排除啊 不過有時候講起來 有時候也是很可憐 有一個也是二十多歲的人 我看他喔 就沒有什麼病啊 就是完全沒辦法 每天這樣很累很累很累喔 我說 我就問他 我看見他老婆喔 我說 我不是問他是不是摸頭睡 我問他 你為什麼要摸頭睡覺 他說 這樣比較好睡 我就知道摸頭睡覺的人都是沒有安全這樣 我就問他說 那你媽媽沒有說 說你父母睡覺 他說 我媽媽不跟我住在一起 我說 那你爸爸呢 爸爸不在家 父母睡不見 你知道嗎 自己跟公婆睡覺 很孤單 不喜歡公婆睡覺 很安全 躲在自己的世界裡 這個我們就不在乎了 我們不是做事情 就不在乎了 中期呢 就曾經有一個人 來找我 就是我媽媽 八十歲 吃精神分裂 吃了五年 常常懷疑 悲怒 他常罵人 或者人家偷他的東西 以為他老東西 找小三 所以他一直罵人 一生當精神分裂才用 我說你媽媽跟你做什麼精神分裂 一天吃了二十顆藥 因為精神可以吃 吃這個藥不會投影 再吃投影的藥 吃了投影的藥 會總共不穩 吃總共不穩的藥 吃二十顆藥 我說你回去給我全部藥分掉 趕著做我們的療導 就好來中國就完了 所以很冤枉 中國其實還是很爭 還有救我 可是到了晚期 你不要找我 為什麼呢 躺在床上 昏夜昏暖 不會走路 那個叫做順天流 就是說盡量 盡量讓他好好的走 所以台灣有很多人 聽說八年的寿命有變長 可是最後的九年十年還是八年我忘記 聽說是躺在床上 要死也死不了 就像那個 最近有一個什麼人 那個老公已經被插管很多年了 以前我們在照護護士病房 照護病房 宣布是這樣 病人都不會動 很多年都不會動 這是很悲慘的事情 這邊有一個人 這邊有一個人 他也是堅強的素食者 堅強的養生者 很幸福 不敢吃油 認為油是壞東西 就被他的妹妹 他沒有什麼恐懼 憂鬱失眠 糖尿病死 身風的不良快洗腎 常常化妝妝 這樣 然後會總丟 好 我會看 他多是這樣 好 他就不肯治療 後來就勉強 給他去清啊 倒一個保鮮管 清啊 然後 就這樣 看起來就 跟我的 大概不到我的三分之一 結果呢 治療了 十幾天回來 我一看 哇 我有點激怒 請問說要考過我 等老婆 怎麼樣 18天老婆就變這樣 等他就變這樣 就變了 變了 天炮 本來又壞掉 都喚醒 因為他本身老細胞沒有死 只是缺乏營養 你看他的這個老婆 五七變 一七二 二四變 六四三 整個都變老 然後大家尿毒呢 八十二 醫生本來說 你要做成功學廣藥精神 也變四十四 前後才差 十八天 幾天 即是 所以我非常非常 我有錄了一個阿塞爾摩扎專題 阿塞爾摩扎根本就不要用藥 现在的这个医疗品质已经,尤其是台湾,它已经不是叫做治疗疾病了 它叫做make money 产业 你见话好,电脑罐子,MRI照照照照照照照 一下来DN就收入五万十万 这个病人变成医疗厂的体育款 你找赤副祭祭祭祭的收入医院的 我认为这个东西很荒谬啊 你看那个核心医院的院长也是建议不要乱做检测啊 可是不做检测医院会亏本啊 就只好做检测了,你知道吗? 就看你能够报就报 所以我现在做治疗疗法 我现在就说,阿斯坦博士一点都不可怕 喝咬蛋够高 解决 出去一定等治愈 断糖生酮也吃啊 结果多好啊 什么不能阻止恶化 别人不要吃啊 因为阿采摩尘这些脑细胞不会带些脑糖 有很多老人家会看 问啊 妈妈是不是最近很爱吃糖 对啊 关起单身一直找不到要生气啊 要挡人啊 就很爱吃糖啊 为什么 因为他脑细胞没有办法带些葡萄糖啊 他以为他脑细胞说我就是切糖啊 是不是也不会带些啊 反正糖料变好多 这样子啊 所以要改变糖料 还有睡眠呼吸种子症 睡眠呼吸种子症 它是一种叫不自知症 不是 治不好啊 好 一丝这样讲 不是我这样讲 西医中医大概就是这样 它有一种叫做塞子 你知道吗 舌头往下掉 就足塞住了 另一种叫中疏 中疏型就是这个脑干 它里面会有一个叫西医中疏跟乌菌中疏 让这个肌肉啊 你的脑下降 收缩跟这种呼吸 好 大部分 有时候那个人医生来一看 我说你来看睡眠呼吸种子症 对啊 睡眠呼吸种子症 第一胖 第二到脖子症 第三哦 真的是那个脂肪很多 有时候电粉吃太多了 好 大部分都是像这样 左边都有 脑细胞有些不大会带这些骨头 脑膜很低 当然也有出息很高的 好 那么我们就给它做一个 这把一个带走 把一个带走 这边呼吸 这边放一个管子 好 它这个 像这个 很多脑膜没有收缩 它个心肌没有张开 这边没有气 这叫中疏型 这叫中疏型 很多时候是吻合型 什么叫做中疏型呢 是这样 还稍微一点 呼呼呼呼 呼呼 这样还好 你如果买去 如果你家里人 有那个 听起来这样 你要看看要不要治疗 你不要去什么磨吸中疏 睡眠中疏去检测 你只要去 那个店里面 买一个大概五千块 买一个套在手指看 嗯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正常你就打窩吧 打窩不会怎样 不会怎样 真的不会怎样 可是如果你看到 睡眠养性降到 九十四 九十啊 九十 那你就赶快去治疗 不然以后 要躺在那边高起来 什么病都会跑出来 好 有一种 你根本粮都不用 就是叫做中疏型 什么叫做中疏型的 睡眠呼吸桌子呢 就是这样 一分钟 两分钟 没有声音 我碰到好多 有时候出外啊 一些讲解 比如睡大风波 我想说 准备替他一下吧 不然他只能给我死掉 那很麻烦 到时候 正想要推他一下 有时候 有时候 这个连想都不要想 断痰生 都没有声 很快就好起来 真的哦 你连来我这里看 你都不要 断痰生 就好起来 因为断痰是减肥 减肥这个我们知道 也通 这个脑细胞 开始幽油 它也会 放电 就这样 各位 跟各位这样讲 我幻觉少了很多声音 开玩笑 真的是这样 这边有一个男生 这个 40岁 在马来西亚 有一次我在 马来西亚演讲的时候 我看到里面有一个人来找我 我看这个人有问题哦 你也好 还要这样 所以我们会是一种痛风 糖尿病 肝光过动 異位性痛风 败血症 他的病 其实都是加入病房的常客 肋骨醇智能节 为什么呢 因为痛 纖骨肌痛症 这样 你看 他的脚痛风 常常挤牙膏 以前我当骨科 一直是热 以上才更是挤牙膏 差一个东西 一直挤进 尤其当这个 第一点住院医师的时候 就 爱个人挤牙膏 后来就不挤了 挤了以后 这个伤口很难跑 这个内部组织工 会认识我们跑出来 这个免掉 一月亮 其实啊 这个 现在的医师 几乎想都不想 叫你买一个 西泡 那正车 他一个好的 普通几万块 真的很智慧的几十万年 有德国人 那带一个 正车人 没养子 他就跟你打了一下 这样 其实啊 如果有拜托的话 大概就没有什么问题 像他老婆一样 他这个还比较出奇 还有老婆 西泽以后呢 今天也不是重点 跟大家稍微看一下 他老婆的变化 我们通常都看这个 就是他脑细胞 乱放电 喊救命 哦 吸了气体后 就 这个 不喊救命 老婆降丁 他主要是智力显经 你看 脑细胞放的电 叫智力显经 控制学生 他的这个 尿 这些活性 二十四变病 本来他六 胶表二二一 他死 富家人九十二 他死 八 七多有事情 心跳一百一十六 正常心跳是七十 一百一十六 等于 等于 全身发炎 啊 心跳 我常常看心跳哦 心跳快的 大概 就不好治了 如果 治疗以后 心跳下不来 可能就凶多其少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现在里面 有听到救护车 对不对 好 等下那个救护车 哦一哦一 哦一 消防车来救护车 一个小时 停不了 你就餐了 那被电大火了 对不对 消防车出动 我们心脏也是一样 每天每天都很用力 到处缺氧 到处救火 心跳翻车 所以心跳很重要哦 心跳快千万不能去看心脏科 知道吗 心脏科的 这个 血压高也不能看心脏科 我能这样一样 你心脏科 你 跳快 就等于你 那这部车 那个很吵 下报车 你偶一偶一干什么 擋住 不要给你 走 都不行 好 这个人啊 就是 心跳会快 是有到 好 好 最后呢 治疗了 三天 心跳变 111.79 这样感觉就提升 怎么治疗 我今天不是重点就不讲 那么 膀胱过动 不可以看泌尿的 膀胱过动不是膀胱的问题 是哪个问题 好 为什么说呢 这个膀胱的感觉神经是副交感 他把这个神经传到大脑 大脑 大脑 叫interpret message exempting of food 服我的病 诶 这个膀胱是满还是不满 要不要尿尿啊 他这边坏掉 乱下指令 气效 脑细胞发神经 错吧 就命令膀胱 每次尿都没有尿啊 感觉有尿力没有尿 所以我一直尿尿 一直尿尿 几分钟尿 几分钟尿 不是膀胱发炎 是脑发炎 知道吗 所以各位你听到我的话 你不要 如果有膀胱过动 不要傻傻的 跑去 神经外科 神经内科 你说王医师说 每个王医师 我今天也讲说 这个膀胱过动要看脑 他一直看你 你这个人有问题 什么看密尿科啊 挂错科啊 会给人家笑的啊 看王医师王就对了 这个 因为我是帮你做生动的 其实你也不用看 反光过动 你做生动 断行生动也是 反光过动 这种大部分跑起来 好 这个良心的建议是这样的 所以 睡眠呼吸中止容易引起 什么病呢 前面 为什么 简单 我们的 血液 你去 朋友去急诊里面看过 这个讲一下 99 我们做麻醉 我们打这个 麻醉药 打进去 肌肉送进去 完全没有呼吸 我们就放一个 插管插管插管插气管 要麻醉 诶 插一插眼睛一秒 他的那个 血液就会降 99 98 97 一直找找不到洞 一直找 一直找 找不到 我只能找 什么都找不到 看看 到90 到89 87 你只要停止 赶快再点到氧气 点了以后再插一下 我们急诊原料 急诊 如果病人来 你的这个 他的血氧低 90 80 你赶快给他氧气 新的氧气如果没有超过80 我们就会建议家属 说插管治療 养气太低 人会休克 血液会酸化 如果家属不要插管的话 你记得他写职业书 或者你在病例上面记录一下 不然有 如果他家属 有一个是当医生的出来 哇 血氧 你85 你还不给我插管 就告你了 就铁书的 你知道啊 我这样讲 我只是要告诉大家 我们的脑不能缺氧 被人掐住脖子三分钟 人就死了 对不对 那你缺氧的时候 然后降到85 降到90 怎么办 你的心跳 因为脑不能缺氧 脑很自私 我们身体死光了 就是脑不能死 脑是非常自私的 它的体重只占人体2% 可是呢 它消耗掉25%的氧 不能缺氧 好 不能缺氧 脑细胞就 命令心脏 心脏你跳快一点 不然我就缺氧 你心跳就快了 快 心跳很高 心跳很快 心跳很快 因为我们睡觉 副交感要高 这个叫做睡觉 你清醒的话 是不是你交感高 像我交感一定很高 我交感 副交感 我现在演讲 交感不高怎么降 就睡着了 这样就睡着了 这样 你这样就清醒 这样就清醒 那清醒的话 就浅年啊 水手白也知道 隔壁冷气太大声 你知道 隔壁的人打呼 你也知道 好 自己悄悄嘛 说哎 你打呼不要太大声 吵到火 是他自己睡不好 叫浅年 旁边的人要打呼他也知道 就叫浅年 好 那浅年就是睡不好 睡不好 腦磨就会降低了 第二天就没精神了 就是这样 那浅年 还有 如果你心跳快 你的这个 你的心跳快 你的脑还是不过氧气的时候 你的脑会面临心脏 哎心脏跳快一点 压力大一点 用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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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时候你血压就高了 你知道吗 好 你血压高哦 想哇 我不小心去量血压 一看 哇 一百八 怎么办 两个吃 一百八 不然再血压去量 还是一百八 哎 我真的高血压了 回家量也吃一百几 一百八 有时候你怕我在医院里面会紧张 回家眼睛 知道怎么办 你一定会做一个错误的几点 去看心脏 心脏科医师的职责就是帮你降血压 没有错吧 心脏科医师不降心脏 不降血压 大概 跟你开香港讲的药啊 没有这回事啦 好 你吃的降血压的药 降心脏的药 你的灾难就开笑 为什么啦 因为你晚上 脑切压 他说 心脏你跳快一点 心脏说我跳不快 被药物控制了 我只能这样 结果啦 那你用力一点 我也没办法用力 什么 钙粒子阻断机啊 什么 βBlock 什么 一堆东西啊 因为我们心脏科医师 要七成是 这个 压制我们的胶杆 这个胶杆 好 好 到最后呢 让他脑子生气了 老说 那你不用力 我就看看 我有什么器官很耐缺氧的 好 我就 把它打翻到处理 所以 钱 睡眠 或是注射 你用力去前 你用力高血压 这样 有必要高才高 你不能随便这样 对不对 刚才是这个 这个讲过了 所以高血压很异 所以睡眠呼吸中止的人 很多一起肾病变 好多患者都是死肾的 因为睡眠呼吸中止 没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肾脏很耐缺氧 如果你先给人一个肾 先给亲人一个肾 那个肾送到美国去 做菜型还会活 心脏就不行 肾很耐缺氧 正常差不多24个小时还可以 如果你保管 36小时还可以 这个是一个 这是一个 椅子中心的一个 专家给我的 特别跟他拜托 这个是 很好的 一个 他们的标准 标准的 那个作业 这个肾脏 很耐缺氧 那么我们就 打肾脏的主意 哎 肾脏啊 拍线 我现在氧气不够 你就少用一点氧气吧 反正你缺氧 会怎样 肾脏就开始受伤 常常 我们的肾脏 很多肾脏 肾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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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泄可以欺负 这个脏洞 伤血进来 脏洞就排掉 排掉 好多东西回收 那么如果这边 发炎发炎 缺氧了 这个洞变大 开始就蛋白尿了 蛋白尿了 洞越来越大 这个血 这个血尿 这样知道吗 大概百分之下血尿 才一个肾脏 坏掉 十个人坏掉 一百个一千个 一百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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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万个 我忘记了 我们肾脏 大概有几个 其实没有什么差 素质不要激 也没关系 你就是 切了一个圣 均有一个圣人 才会很正常 BUM 尿寿蛋不会胜到 鸡酸肝也不会胜到 你不用怕 可是呢 一直发炎发炎 有一天医生说 你已经有慢性肾衰症 你一直下去 你一定会切胜 这样 所以说 肾脏病 跟睡眠呼吸 就是很有关 当然不是我认为 是很有关 糖尿病也是一样 糖尿病 我们吃东西下来 甚至有葡萄糖 葡萄糖 一进来 它就会变定 我们的肾脏 开始分泌一道素 这个胰岛素 这个胰岛素 提醒就是胰岛素 胰岛素呢 它就会 打开这个胰岛素受毒 插进去 把钥匙拱打开 这个葡萄糖的 它就进来了 就这样 我们身体 就是有这个 有这个葡萄糖可以利用 所以说 如果你 如果 如果我们的脑细胞说 那个圣诞还不知道听话 我养不给它 它 养气不给它 给它缩缩小骨 缩缩小骨 当然这个 再讲多一点 就是说 肾脏没有养的时候 胎友会反抗啊 会分裂成 Angelo Tensi 一个生压处 命令心脏生压 心脏还是摄护起来 所以肾脏就只好继续切养 你知道吗 这个造成一个恶性循环 好 那这样的话 大家回答股 内耗 你的身体在内耗 你的身体在内耗 那么 他就打胰下的阻力 胰下比较不会分裂 什么生压所来反抗啊 比较不会去示威啊 他就打他阻力 结果呢 他胰岛素分裂就变少了 这样知道吗 所以最后 搞不好 那个分裂胰岛素的细胞也死 就变成第一次胰岛病 所以说 糖尿病跟 食用主流是有关系的 所以大家如果 本身家人 没有什么糖尿病的话 你就是 本身打一个 不吃糖就没有糖尿病了 或者是打 糖尿病不必吃药 不必打真 搜寻这个 你就可以看到 和他详细看一下 可是我写这边 害我 被 罚了很多钱 他说你根本就乱七八糟 什么糖尿病不吃药 要不打珍贵 讲鬼话 我以前也是这样认识 我认识那个注意都是乱讲的 糖尿病不吃药 不吃药 后面这样选择 要不带给老师怎么吃啊 所以我也不怪他们 那 到华达来 我就 我就给他申诉 第一省 二省 三省 四省 上省的高等法院 那个拖很多年 你也知道 这种东西就这么多年 后到最后就告我们 那个维生署所所长 说他乱来 这个是真理嘛 我就是用自己的例子 写这个文章不行 所以现在的药 维生署都是跟药厂 被药厂买工的 专门帮药厂卖药 我这当场就罵他 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 新疼代谢入境就是这样 就是算 我们不要完全依赖葡萄糖 葡萄糖绝对不适合白宗鸡 我都要严格的 也正宗的矫正 你们不要再说 每个人都要断了 糖要合理化的社群 不要再搞那些东西 正宗你是本来是一个白宗好东西 被你们讲 断了糖才会健康 就被你们讲坏了 你知道吗 本来是一个好的 被你们讲坏了 这是不对的 只是说你 摄取要有合理的剂量 生痛的时候 为什么有迷工 很多人说 哎呀我吃饭 吃米饭不会饱 吃淀粉很难 没有吃淀粉很难过 没有力量 准备西亚叫做 断糖的 glucose with growth syndrome 葡萄糖阶段症弱群 就是淀粉 很多很难过嘛 吃米饭 面食 没有吃不会饱 跟我讲笑话 我根本就没有吃啊 好 我是吃什么 我像我今天早上喝了40ml的油 你看我像是摘米饿肚子 吃不饱 没有啊 等下你们如果有准备米饭 我都不吃 我就吃那个 蔬菜啊 中午就吃 叶子啊 绿色蔬菜啊 角白笋啊 蛋啊 什么全部都吃啊 黄豆啊 什么都吃啊 我每次参谈 我都买 大概一百多块啊 一百五一百八这样 吃就吃到饱 绿色蔬菜不算淀粉 不算油量 不算蛋白质知道吧 好 可是啊 如果我吃过油 我就根本就吃不下了 怎么会吃不饱呢 我只是米饭 面食水果 馒头 包子贴光马铃薯 没有吃而已嘛 可是吃饭 吃东西跟人家一样啊 没有吃 你们很难过 真的 很难过 你会有一段时间 好像不想活了 好想吃它 这样 吃了它 哇 好开心哦 如果碰到这种情况 如果你们要吃断糖生酮 的话 如果你没有疾病 就算 只要 变得少吃一点 就什么 怪毛病 再吃内固醋 抗醋酸 内固醋 吃安眠药 吃免疫症剂 吃这些不应该吃的东西 吃高血液的药 你就背着断糖生酮 那你就是 刚才我讲到断糖 然后就不要吃糖 一段时间 好 你吃了以后 觉得 多好了 你这样慢慢恢复 看你的葡萄糖 接受度是多少 这样 好 所以说 难过 那个是会过气的啦 像我是一点都没有难过 因为我一下子 就变得吃得上 那么 难过有时候 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或者礼拜一个断食 好 你抱住我哭 我抱住你哭 这样 好难过 好难过 我生过一个礼拜 就好 通常一个礼拜最难过 吃变粉 没有吃变粉 就没有力量 开玩笑 吃变粉 才没有力量 好 像曾经有一个人 他是那个 骑小踏车的 因为我们身体 小踏车 那个夜雨竞赛 扣很多能量 那么我们身体 固承的葡萄糖 很少 你知道吗 我们只能固承大概500功课左右 包括血液领的葡萄糖 还有肝痰 肝脏的肝痰 还有那个 肌肉的痰 还有500功课 只能够让你 2000卡而已 好 左边这个 这个 C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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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耐力不够 这个呢 你如果习惯烧油的 那你就能够 我曾经 有一个人 他本来就是 竞赛选手 他身体 就要带水 以外 要带那个巧克力板 吃吃吃 他吃了就有力量好 不然就会 会完蛋 因为他身体 还不习惯烧脂头 生头不是随便生的 他不会随便生出来 这个时候 所以就 你要是 跑马拉松 其实你只要灌那个油 灌饱 跑马拉松 跑一省频度 因为我们人体 那个 T脂肪 百分之十几 二十 一个人有十几公斤的油 这样知道吗 T脂肪 所以我们如果做 清水断食的时候 你不要担心会饿死 一个月不吃 不吃 任何东西 清水断食 不要说太瘦了 不要瘦到三十公斤 那种 一般胖胖的人 不会 不会这样 清水断食 一个月 基本上是安全 还有不吃电脂 自己会恶心想吐 哇 这个连我自己也是这样 我一开始都喝油 每次想他要喝油 我就觉得 我怎么这么命吐 是不是这种东西 然后吃了也炸起一整天 我就拿豆腐乳来压 买一点那个林卡可乐来压 后来是叫林卡可乐又不好 又不敢喝 然后就买泡菜吃 吃一堆东西 在压那个油腻感 这样知道吗 因为很多人一次就吐 一次就拉 因为他常会让有没有那个油 是坏东西 要把它拉掉 要把它吐掉这样 不还好 只是我会恶心 现在要不问 现在要玩些习惯 所以这个要经过一段时间 蛋白质不良会不会引起 不够会不会引起 引导不良 这个前面讲过了吗 这个就是脑筋不记住的 我讲的话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妈妈的母乳 十个月大后才6.7% 你吃8% 一天吃一公克蛋白质就够了 其实说 你看什么叫八个% 一天如果要二十公克 二十大卡的话 八个% 就是八二十个 就是一百六十卡 一百六十卡 一百六十卡 要来自多少蛋白质呢 除四 四十整个 四十公克蛋白质就够了 所以蛋白质没有很多 你吃 一般只要吃肉吃一些 如果不吃肉就吃 一些豆腐啊 坚果就够蛋白质 人 你蛋白质它是拿来做燃料 做那个钢筋水泥的 没有人用蛋白质当燃料 所以说 这个就是刚才讲的 由妈妈的母腹里面来证明说 你们不要有蛋白质缺乏股脊症 千万不必要 你倒是脂肪 要吃到够 淀粉 大概一半一半 加上蛋白质 所以说 蛋白质不是一个好东西 前面讲过的 这边就 它是 就是 当我们的这个 原料 大家看 这个蛋白质就是组成我们的 好像 你把蛋白质干成钢筋水泥 你如果 要去烧 你不要烧钢筋水泥 如果它没有钢筋水泥 那么 它也差不多像那个 那个 那个 铁路的整个能量 你拿去烧 烧不燃 燃不起 你要烧 就滑得很多能量 才能把它烧掉 所以 所以 大质不是一个好能量 还有呢 任何运气 蛋白质过高 我想这个 讲都不用讲了 我们很多 很多演讲 就是说 蛋白质 根本就是 骗人 也可以游戏 就是 你还好得吃 蛋白质 高一点点 不会怎样 低一点点 不会怎样 你要低低度 变少 高低度变高 就是要吃到好的油 对不对 蛋白质 太高 要吃油 就会降低 很多人以为我 精神有问题 专业有问题 其实不是 真的是这样 大部分人 好好吃油 蛋白质就降低了 外胆过程跟好胆过程的比例 还有 为什么 这个 一般就是 养生要自由 为什么我讲的跟人家相反 其实也不是我在讲 几千几万个医师在讲 只是还没有变成真正的主流而已 因为 这个要变很难 现在的医学教育很难 因为他已经讲了几十年了 你叫他回过头 哎哎哎 慢走 我们这个病人回来 对不起 我以前讲错了 我跟你承认错误了 我现在改过自信 跟你讲究了 我跟你讲 他绝对不会 要错到底 死不认错了 为什么 因为他也不是故意的 他就故意听不到 没有看到这一块 我就讲讲讲讲 这个什么时候会改变啊 三代人以后 超过一百年才会改变 你知道吗 概念的转变 是要死掉 对不对 不是那么怪 你说现在讲啊讲啊 酝酿啊 你说为什么现在 有的非洲的一些落后国家 这个处理还要请务师来开爆 还有一些国家 要陪葬 现在听说 印度有些国家 这个 尤其是贱民 如果贱民女生被强暴了 这样你的哥哥爸爸 会把他打死 这样涌入加盟 你们这个 我们在台湾的人 就想不起他 对不对 就像以前 不要说五百一千年前 可能三百年前 明风未开的时候 一个女生 万一被人家亲了嘴 或者被人家怎么样怎么样 男生就不起他 他有两条路的手 一条叫做跳锣之杀 一个就是上吊 那现在呢 没有啊 很多人 跟人家一夜前 还去上网去炫耀 你说这个观念要改变 要有时间 我不是认为这些是好的东西 可是我只是用这个做例子跟你说 你不要期望 我们现在的养生观念会变 我们一直讲 一直讲 一直讲 讲到最后就会改变 直变到量变 知道吗 所以我们的观念的改变 就要靠各位去宣传了 后面引起历史选堂修课 不见得会 也有可能会 为什么呢 正常人不会 因为我们吃的这个 各位听好哦 你们吃的葡萄糖 吃的油脂 吃的蛋白质 它不是吃进去 永远就是糖呢 糖 会变成淀粉 会变成油 也会变成蛋白质 油 也会变成葡萄糖 葡萄糖也会变成蛋白质 这个问题在哪里 就胰岛素嘛 你吃很多很多 胰岛素 吃很多这个 这个 这个 淀粉进来 那么你身体 就会开始分泌胰岛素 燃烧 燃烧 燃烧不完的呢 氧化不完的 就是合成干糖啊 合成油脂啊 合成蛋白质啊 这个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 胰岛素的作用嘛 好 你开始二肚子了以后呢 二肚子以后呢 就 蛋白质就会变成 这个 我们另外一种 生糖素分泌出来 甘糖就会分解啦 蛋白质就会变成葡萄糖啊 脂肪就会分解啦 可是 你今天 有一天 这个 蛋白质变成葡萄糖的作用 如果不分泌了 你就会变成葡萄糖 这一定是这样 可是 正常人啊 胰岛啊 没有什么味道的人 基本上 不会 断 不会变成葡萄糖 如果有一天 你不吃 你不吃淀粉 就是说 我们家里面有一次变成葡萄糖 那不一定哦 那个是葡萄糖 戒断症 不然你就咽一下血 血量最好还是一百啊 八十啊 其实你就放心了 好 好 所以说 低血糖其实很少 因为断糖生酮移植而发生 不是不会 还有就是说 我们来看清水断食嘛 你第一天 你那有七十五公克 蛋白质变成葡萄糖 好 慢慢慢慢慢慢 最后呢 会变成二十公克 变成葡萄糖 所以说我们人哦 你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饿 饿饿饿饿 起初是消化脂肪 饿到已经一个月 两个月 两个月以后呢 脂肪消化完了 就开始消化肌肉 肌肉消化完了 就没有肌肉了 皮包骨 你看看到 都在那里 饿到皮包骨 皮包骨到最后呢 那脑筋还是很清醒哦 为什么 因为哦 我们的身体一定会 维持葡萄糖 五十五米里到七十五米里 正常人啊 就是说 因为蛋白质变成葡萄糖 因为我们人 没有不能没有葡萄糖 不会 基本上是正常情况下 不会离葡萄糖 不会离血糖 因为哦 身体一定维持在五十五到七十五之间 不断糖的人 那 像我来讲 就不是 我完全不吃我血的 还是高了一点点 没办法 我素面 我认了这样 好 那 这个 这个葡萄糖 你这样吃下去 好 你现在 你是要葡萄糖 最后 所以老师 我们身体有一些细胞 像我们血球 还是要葡萄糖 好 葡萄糖 所以 如果你 低血糖 会怎样呢 血糖到三十 像我们 有时候 以前看急诊 病人来 昏明 你看 也不像中风 就先咽一下 哇 血糖只有十啊 昏明 赶快就打一针 不过要先挂套 哼 如果你看起来 你急 就打一针 那就醒了 就跑了 你知道 所以我们 不过很多 都说 啊 我竟然还要挂号 你打一针葡萄糖 还要挂号五百块 所以我们每次都去挂号 收到钱才打 开玩笑 这个大来急诊大概都会挂号 有时候小神手可能会挂号 很昏明 可是 昏明也不会做到小神手这样讲 因为我都在大医院服务嘛 会不会一起酮酸中毒 会不会一起酮酸中毒 基本上是 不会 大部分人会 可是 有一种人会 就算是没有生酮也会 什么人啊 第一型糖尿病人 我碰过 我碰过一个病人 其实我 当精简医师得说 酮酸中毒我碰过很多 分泥啊 血糖膏啊 酮膏啊 血液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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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还有 你闻他的味道 水果味啊 对不对 Keytone嘛 酮嘛 酮就是水果的味道 蒸熟的水果香味 就是酮 酮的味道 Keytone 三个半分 然后呢 病人呼吸了几处 然后 他呼吸是这样 为什么 身体酸啊 他要把酸排掉 所以要很深的出息 一看他就知道 我们看多了 那个酮酸中毒 医院 就知道 可是一般人是无味 我上次有一个病人 也是这样 我一再悲悲 他一百一岛树 打了很大的单位 我说 你就是要怎样怎样 怎样避免啊 跟他讲 讲了很多很多 结果呢 他好像 不是很理解 不是很担心他 不知道 会不会听错 有一天 他老公打电话给我 我老婆好像 精神不大好 我说 我知道 不对 无言乱理 我说我去你家看一下 我就赶快坐完计程车 过去看一下 结果还没有到 他说 我已经送到北医了 你看 同酸中毒 不是不会啊 第一行 我们要跟人 重症 打一岛树的 你要做生动 要慢慢减量 一岛树要慢慢减量 这个不要说我没有讲过 我没有跟你保证 不会同酸中毒 要注意 因为 像各位 如果你们是吃这个 深糖饮食的人 你的铜 大概都是0.1mm以下 你饿啊 饿到明天 大概0.3mm 像我们都是1到3mm 像知道吗 生苦女子饿 饿啊 饿一个礼拜 断食啊 像失明的啊 什么什么 很多一些断食 我们去称他的铜 那都是3到8 对不对 饿啊 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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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到死了 所以我们这个叫 生糖饮食的人 铜很少 对不对 这个营养性血的话 有时候我们想说 看你健康 就是看你血里面 有没有燃烧铜 一半人 一铜 起码要到0.5%左右 身体会比较健康 表示你有时候在烧口 或者你就用一个 我们的 intermittent fasting 就是说 每天吃 好像没有吃就很难过 你要断食一下 让身体 我很赞赏断食啊 为什么呢 断食啊 就好像说你身体 不完全就 比较少了一样 就好像你有一天 不完全 我发现 奇怪 电话坏了 然后呢 信用卡找不到 被小偷趴走了 回家一看 没有钱 那怎么办 抽筋 翻腔倒柜 找一些钱 去买面谈 不然 你不晓得跟谁借钱 我们身体也是一样 你过一 二谈一天 身体 很长哦 赶快说 哎 我好像回到这个 石器时代 二肚子的那个 叫繁阻肌肉 就启动 然后呢 你的细胞 免疫细胞 就说 哎 现在好像没有回头 没有什么 就赶快 看有没有库存的 脂肪肝 血液中了 烧在肝源 慢慢就会燃烧掉 你这样知道吗 拿烧掉 所以 我最近有一次经验 有一次我大肌诊科医师的时候 说说 几次胰炸 胖到九十公斤 跟我一样 好胖好胖 不止了一百多 后来他就 还不到开刀的程度 就放胃管 一次引力 他不能吃任何东西 一次就胖 一次就痛 后来我就转 转了这个 肥德病 一个月 一个月后再转回来 我就看这个病人 诶 这个名字就是这个 因为怎么躺都很不一样 本来这么大 变成像你这样 瘦了三十几四十公斤 就像六十几 我说 你是默默本人吗 他说我认识啊 我认识不一样 好 这样 饿 会瘦 真的会瘦 所以身体就 慢慢就会排泄出来 所以为什么 我很 我很认同 断食 我神仙买了 跟料理的食材 看你的头 有没有 我发现那个不准 因为你可能饿肚子 有可能运动 有可能睡不好 水喝多少 一点参考价值都没有 所以没有一千万不要用 好 那车雪呢 有 一点点参考价值 我以前也是 天长唱到话 他就是 那个车雪投机不用钱 他四季能购一次要一百块 他加油 台湾要一起讲 所以我觉得这不错 就有 变变变 好 变起初 慢慢就 踢到铁板 为什么呢 很多人 就 所以我为什么今天是二 前天是五 到底怎么回事啊 还有啊 还有啊 有时候 因为我们在那边有打点B嘛 我们很多癌症病 你叫我说 你的头是多少 我的头是多少 早三天 后来我为什么 毅然就毅然决定 决定不要用 因为你来了一个病人 脑下水底肿瘤 刚开过脑 不是刚做放的 一侧 血通 咽不出来 超过8 血通 我想这个怎么办 无法解释 他没有做生动瘤 后来 就开这个 因为他脑细胞 脑做放尿 那个 那个疑取 尿工症 尿工症 吃了抗力尿荷尔蒙 因为脑下水底会分泌 抗力尿荷尔蒙 吃了以后就好 因为他当天尿了四千七七 脱水 但第二天就正常了 水会不尿工症 就好像你 这个 哪一个 生理石油水 0.98 你去晒太阳 晒太阳 晒太阳脱水 剩下三分之一 是不是浓度高了 就这样 所以我后来发现 厌血酮是至少麻烦 你可以偶而厌价 可是你不要当做我厌的标准价 知道吗 这个可是很重要 这个是经验感 我胆结石可以吃生同瘤是吗 当然可以啊 为什么胆结石 胆结石就是因为油脂的太少了 为什么他 因为我们人 它只是收集胆汁嘛 收集胆汁 如果你油脂的太少 那个胆汁就进去那边 你一次吃淀粉 胆汁就不会分泌嘛 对不对 你一次是淀粉 你一次吃一次吃一次吃 那个胆汁就一直浓缩 它不分泌嘛 你油一吃它就会跑出来 这样知道吗 所以你看我们做胆男生饮的时候 都会给你吃一些油的东西 然后就收缩嘛 所以你看哦 所以说 胆结石等等 大家已经有胆结石等等 认识了 有时候你一吃油 它一瘦瘦就会痛 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就建议它 那既然这样你就开个小包 以前我们是整个各开嘛 现在有类似经啊 几个洞 看第二天就可以处理 给你把它拿掉一下 还有 所以胆结石 通常都是油脂吃得少的业绩 胆男处理或 因为胆胆太多啊 浓缩啊 胆男切除的人 可以吃生通乙食吗 它很可以啊 因为我胆男又不分泌 胆汁 胆汁是肝脏分泌的啊 胆汁只是暂时储存在肝脏 它并不是说 有胆男的分泌的嘛 所以胆男切除根本就 跟胜东乙食 不能吃胜东乙食 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样 最后呢 还是 这个 讲 椰子 为什么 为什么 我写一篇叫做 呃 不要太明信也止 哦 免得引起 这个 资历审计师 哦 这个是也止 你看哦 也止绝对是一种胖 为什么呢 它含有 中电脂肪酸 C8跟C18 哦 所谓中电脂肪酸就是这个 把这些拿掉 来去做炒菜用 做菜用 油炸用 哦 对吧 C12以上的 这叫叶桂酸 当然有些人 一目问出 把叶桂酸 把椰子 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乱象 就是说 有些人把椰子 叶桂酸当成中电脂肪酸 这个我一定要矫正 这个 C8跟C10 中电脂肪酸 怎么分掉 等一下跟大家讲 这也止有 它有4 6 8 10个碳 这个14个碳 16个碳 可是呢 也止有的 Omega3 多少呢 0 好 Omega6多少呢 1.4 所以 各位千万不要听 三人的话 只有吃野脂肪 知道吗 像有一次 有一个人就问我说 不好意思 你可以不别 手下留情啊 不要讲野脂肪的坏话 诶 我说你开玩笑 我哪有讲野脂肪的坏话 我只是说有一些人 强调吃野脂肪 就会自白病 我不认同而已啊 我哪有讲野脂肪的坏话 我也是吃野脂肪 我长大的 我民国 1961年 1972年 马来西亚来到台湾 我在台湾住了45年了 所以我是马来西亚人 你知道吗 所以我也是吃野脂肪 我家就种野脂啊 野脂难有不好 对不对 好 再来就是说 这个看一下 野脂肪 野脂肪 是一个好牛 好 什么叫做中恋脂肪 好 算 讲再多也没有用 你只要做一个动作 看它的总点 野脂肪 真正的野脂肪 它有几个特点 野脂肪 我跟大家讲一下 野脂肪的制作 我们家就是做野脂肪 你们知道吧 野脂肪有一种 就是 晒干在炸 有一种好的野脂肪 就是新鲜的拿来 马上炸 切片炸 那这个野脂肪呢 我觉得 好香 好像新鲜的野脂一样 好 那个就是 真正的好的野脂肪 好 那我们小时候 没有吃这么好的野脂肪 好 好 你如果想要知道 MCT 是不是C8跟C10 就是这样 8跟10 这两个 你先把它放冰箱就好了 冰箱的话 它叫-4度C 才会解冻 那一般的野脂肪 25度C 冬天就变成白色了 这样知道吗 你不用去看什么 那个标签是真是假 你单单看这个放冰箱就知道了 这个骗不了人了 好 你冰箱放冰箱 一个小时就变白 那个就是叫做 叫做 一般蝶子 MCT是不一样 我跟大家讲 我对MCT 实在是很多感觉 不多时间再讲一下 就是说 我也是出国 出国 我就 出国两天没有吃油 没有吃油 绝对也还好 吃一些别的东西 那回来好像发现奇怪 我怎么好像 好像变笨了 变笨了 讲话也不大会讲 做事也不会做 赶快去吸一下心气 好像也没有笑 吃一个叫我没笑 我怎么啦 我怎么啦 我会不会有问题啊 快挂了什么样 我们现在 那个叫回大墙 好像看到你 我也不知道你是谁 都不会讲话了 什么都不会散掉 我赶快就把椰子 加一点我们那个 杀鸡脂酥 喝一下 诶 五分钟后就醒了 你看 你知道吗 不知道 前天还有一个患者也是这样 他就台中 过来 要45岁 就是阿滋海公圣 哇 好慌啊 怎样啊 刀斑啊 一堆毛病 他是 电粉和海鲜吃很多 加点卖海鲜 然后 这个 还有就是 面粉 电粉吃很多 油没有什么吃 我就看他 好可怜 我就来来来来 我告诉你怎么吃 把这个油 泡一泡 MCT 可以加多一点给他吃 那吃完了 就又坐在我旁边看着 就是 诶 只不过我感觉好像刚才完全不要 我好像醒过来了 就这样 MCT效果是快的 一下子 一喝下去 马上全身就热起来 你知道吗 就热起来 非常非常快 还有一个朋友 也是要讲 也是昨天 他妈妈过来 前一天 大概两个礼拜前 到我们的证所 被家人架出来 闹啊 吵啊 暴跳如雷啊 大使都不要做检验 什么老婆 老婆自己的神经都不要做 抗争了 才大概十八九岁 后来说好说谈 怎么骗啊 我们再去亲啊 吃油啊 要先吃 结果 过了两个礼拜 回来 很高兴 说王医生你好 这样 完全变了一个人 你知道吗 然后 昨天 介绍他来那边吃油来找我 我们就谈起这个小朋友 他说 这个小朋友 他不承认他有过这一段精神疾病 他说 我现在还好 你不要说我有精神疾病 我只是那个时候 不晓得为什么 突然间掉到一个什么地方 我现在回来了 出来了 我没有病 就是这样 我写过一本书 你可以查 精神神疾病 不要而已 你看到我 确实在讲的 我王群光医师 虽然不是精神科医师 不是神经科医师 我是外科 骨科 整形外科 精神科 做过外科 做过精神科的医师 我以前看到精神疾病 我就怕 赶快写转诊单 转给精神疾病 没我的诗 我现在专门治疗精神疾病 我要写这本书 王群光不承诊 能有精神病 精神病 都是脑细胞养不良 什么养不良 油不够 就这样 这个就是我们的结论 好 所以今天呢 大概就跟大家讲 这个最后就是说 还有提到一下 высок organizatic 然后医师 确认 比方医师 不都不应该用 这会增加我们医师的收入 比起很多疾病,健保会亏损 日本六成的市场是甜菌 这个葡萄糖还好 葡萄糖没有一个细胞喜欢它 更不喜欢,西州也不喜欢 只有谁会用它,肛脏 肛脏不是哪来利用呢 是因为它是坏的,把它关起来 变成油脂,变成脂肪肝,变成肥胖 所以你蔗糖也激压 你不以为甘蔗汁喝得多好 甘蔗汁一半是果汤,一半是果汤 所以很多人说 我很养生,我喝很多水果,一天就头大 淀粉很多,果汤很多 你如果想吃水果,我认同 吃一粒两粒三粒,过过五粒最好 多吃油,少吃水果 这样可能果农会骂人 阿基饮食跟生酮饮食有什么不一样 阿基饮食是可能九十几年前 三百年前的饮食 它就是说,敬意人不要吃淀粉 然后吃大量的粥减肥 跟我们现在讲的生酮饮食 大家听过,完全是不一样 我们现在吃少量的粥,是大量的饮 跟大量的青菜 我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阿基这个人最后,他吸引他自己的食物 那所以你给他,心心肯散,感到病 最后就这样死了 所以阿基后来他整个结果就瓦子 所以说结论,就是说 车子加出油品前会坏掉 应该加汽油的,你加到柴油 应该加财油的,你加到柴油 撑死顾坏是很难的 所以按照比例来吃 永不生病,比你烧香拜佛多有效 自己身体要自己顾,神救不了你 只要你自己能够救你 所以说,不要有新陈代谢症候性 不要让你的身体的引擎烧坏掉 另外,就是探索不好乳脂蛋白质的色情 要好好地配正常的比例 所以呢,今天讲了快两个小时 这种影集可能没有人要看 两个小时间,都看五分钟的 可是很多人叫我做五分钟 我说,拜托五分钟我讲不完就不打人家 所以今天就讲到这里 希望大家带给大家一些健康 谢谢!